今天我們要講什麼故事啊 是什麼故事 對了 就是噓喔 要小聲一點喔 媽咪為什麼說要小聲啊 因為小泡泡在睡覺 所以也要小聲一點 所以你把手指頭放在嘴巴前面 就代表要小聲喔 不可以在這裡大聲喧嘩 我們去圖書館也要噓 去教室裡面也要噓 不可以大聲喧嘩 所以室內的地方我們都要安安靜靜 搖搖搖搖搖搖 小娃娃睡午覺 大家講話聲音小 大家走路靜喬喬 風鈴風鈴 你的聲音真好聽 現在請不要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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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電話 你的聲音真清脆 現在請不要鈴鈴鈴鈴鈴鈴鈴 自來水請不要花啦啦花啦啦 小娃娃睡午覺 不要吵醒他 时钟请不要 滴滴答 小娃娃睡午觉 不要吵醒他 小狗一声不响 小狗等小娃娃醒来了 才要望望望 望望望 小猫不声不响 小猫也要等小娃娃醒来了 在高兴的叫 喵喵喵 喵喵喵 整个家没有一点声音 静瞧瞧 静瞧瞧 忽然 铃铃铃 闹钟响了起来 声音可真大 妈妈急着叫 别吵 啊 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小娃娃揉揉眼睛 小娃娃伸伸手脚 小娃娃醒来了 她睡了一个又香又甜的午觉 对着大家咪咪 对着大家咪咪笑 好可爱哟 风铃叮叮当 电话铃铃响 自来水 哗啦啦 时钟 轻一下 好 时钟 风滴滴哒哒 小狗 旺旺旺叫 小猫喵喵喵喵 刚才 噓噓噓噓 静瞧瞧 现在 啦啦啦 多热闹 所以这本书里面介绍好多好多不同的声音哦 风铃的声音 电话的声音 闹钟的声音 自来水的声音 时钟的声音 小狗的声音 小猫的声音 对不对 以前你小时候 是小宝宝的时候嘛 你最怕这些声音了 只要把你吵醒了 就好难睡回去哦 所以一定要很小声哦 要噓噓噓噓 所以当你如果觉得 别人很吵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要把手指头 食指 这只食指 放在你的嘴巴前面 嘴唇前面 然后噓噓 请它安静一点 好啦 这本就是 噓噓噓的故事了 The end